我以为我爱 最终是乐剧的故乡 是乐剧的发源地 现在我们乐剧又在申请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从根子里就喜欢乐剧 我的奶奶是乐剧演员 我的爷爷以前是剧团里的黄土师傅 所以对我们的乐剧服装比较熟悉 我们乐剧服装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款式比较新颖 色彩又比较灵活 根据人物的特点性格来区分 那个衣服的款式 颜色 乐剧服装主要是分为 盔头和服装这两大块 盔头主要是为了体现人物的一个特点 丰富我们的舞台效果 丰满人物的一个个性 盔头的部组就很多 大大小小有十几道工序 第一步自拍 你要想要做什么帽子 把形状做好了 能戴着才会舒服 利粉就是把这个图案用粉把它勾出来 这是一个很细致很讲究耐力的一个国 利粉利好之后呢 我们就要贴薄银色的一个颜色上上去 点稠用面料把这个形状剪出来 剪好以后再贴上去 一般呢我们都是用蓝色的 但是我们乐剧里面颜色用于是比较灵活的 我们有时候会考虑到衣服的绣花颜色是什么颜色 就会点什么样的一个颜色 荡色上好以后就是把这些配件给装配起来 像住院台的话一般都是挂红色的穗纸 粉色的穗纸 像梁山伯的话挂一个蓝色的穗纸 等到这些工作都做好了 这个帽子就完成了 现在开创了这个微信系统的一个摆件 宽度呢是三十二公分左右 高度呢是三十公分左右 所有的工艺啊跟我们的剧装衣服是一样的 但是比剧装衣服难度更大的就是因为太小了 制作上来说工艺要求更高一点 这个主要是用来装饰用 给我们喜欢乐剧喜欢戏曲的人 有一个观赏的一个东西 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们的乐剧 了解我们的乐剧文化